都说40岁是女人的一道坎 跨过去了就重生 跨不过去就重复 你们觉得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咱们女人一旦过了40岁之后 就感觉生活没有意义了 就是对生活没有了激情 每天就是洗衣做饭 打扫房间 还有几十年如一日子上下班 和老公有说有笑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值得我们骄傲的孩子 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偶尔翻看以前的照片 发现年轻也变成我们特别像了 但又遥不可及的事了 身材呢也是越来越胖 身体呢越来越差 心情也会越来越郁闷 就是突然感觉生活里没有光 眼睛里没有希望 能混一天就试一天 可是我们在40岁之前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特别关心自己的身材 即使胖一点也好看 那40岁之前呢 我们也不太关注自己的皮肤 即使熬了几个大夜 游了黑眼圈 休息几天就依然身材异异 40岁之前的时候 感觉养生这件事离我们太远了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 完全可以抵抗住那些小小的亚健康 在40岁之前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担心 去想怎么与老公相处呀 因为我们特别有自信 就觉得好就合 不好就分呗 反正我们年轻有资本 那个时候就感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生活有任有余 怎么一过了40岁就完全都不一样了呢 你们有没有遇到跟我一样问题的姐妹 你自己想想 其实也不用焦虑 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开始在自救了 你发现没 就是慢慢的我们已经开始向往这个苗条的身材 开始向往健康的身体 开始努力的让自己的皮肤变得好 看起来更年轻 也开始慢慢的去审视自己和爱人相处的模式 也开始寻找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事了 只是有一些人呢 不知道从何开始 有一些人呢 就愿意慢慢的去尝试 那你看我 五年前呢 我成功瘦身52斤 四年前呢 我开始注重自己的这个穿衣单配 两年前呢 我开始注重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 从去年开始呢 我又开始注重养生 让自己尽量的健康一些 今年开始呢 我又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比较感兴趣 在这两天 我就突然想明白了 我做的这些事 不就是开始在自救了吗 不就是40吗 我们人生里边的一个小小的门槛而已 只要你愿意 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学习 来提高自己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 完全可以过好我们的下半生 让我们接下来的人生更有意义 我有信心 你呢